原标题 中间,他经常用囚犯的人皮加工成光滑细腻的艺术品,供自己和朋友欣赏,令人寒毛直属。当然了,故事是残酷恐怖,不过现实更为恶心恐惧,因为海灵格夫人的原型伊尔斯科赫,是个十足的恶魔,堪称是最邪恶的二战女性,她的特殊收藏品,让人毛骨悚然,不寒而栗。 1906年,伊尔斯出生于德国德雷斯顿的一个工厂主家庭,上小学时是一个礼貌和快乐的孩子,性格豪放,待人热情。 一战后,协约国的制裁,让德国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迅速衰败,彻底击垮了伊尔斯的家庭,导致他父亲失业,母亲的女红也日益失去销路,这让原本富裕的家庭, 一下子陷入了无法生存的地步。 后来,伊尔斯的父母为了维持家里的生活,每天在外面劳累奔波,最终双双病倒在床前,早早地死去。 也是从这时起,伊尔斯开始仇恨英法等国,还发誓要报仇。 父母相继病逝后,生活无一的他,凭借着以前在会计学校学习过,找到了一份不机缘的工作,其心肺低的,只够自己一个人扶口。 正当他绝望之后,纳粹的崛起给了他希望。 1932年,伊尔斯加入了德国的纳粹党。 1934年,他结识了党卫军军官卡尔科赫,两年后二人结婚。 卡尔科赫是个劣迹斑斑的渣男,一战当过俘虏,贪孤伪造罪入过语,对首任妻子不忠离过婚。 此外,他还是个小偷,罪鬼兼赌徒,有严重的暴力倾向。 展开全文1936年,由于对德国纳粹的无比忠诚,再加上业务能力出众, 卡尔成为了布衡瓦尔德集中营的首任指挥官,伊尔斯也随同丈夫担任看守主管。 布衡瓦尔德集中营,是德国最大的劳动集中营,从1937年至1945年, 这里囚禁了约25万被那退市为敌人或烈等民族的人。 这些人在这里坐着粗重的体力活了,搬运石块,建筑房屋,修建铁路。 囚犯们还被逼迫唱着歌搬运集中的石头上坡, 许多人死在德埃特斯堡山脚,通向集中营大门的路上, 这条路也因而被称为血腥之路。 在集中营里,伊尔斯和他一样残忍,因为伊尔斯是个好看的女人, 还有一头长长的红发,为此,格外吸引囚犯的注意。 但是,倘若哪个囚犯胆敢偷看他,就会被枪毙。 所以,囚犯们都骂他是布衡瓦尔德的婊子, 因伊尔斯喜欢的集中营里骑马,看到哪个囚犯不顺眼,挥边就打, 所以,他又被骂作是布衡瓦尔德的母狗。 除此之外,伊尔斯还有布衡瓦尔德的女巫, 布衡瓦尔德的野兽等外号, 无一例外,都是囚犯们送给这个恶毒女人的别称。 除了打人,伊尔斯还有两项爱好, 一个是杀人,另一个是收集人皮纹身。 他还有一项大权,可以随意安排囚犯们的生死。 因此,在集中营里,年轻力壮的囚犯暂时被收押做苦工, 而儿童妇女,特别是孕妇,更多的,则是用来做毒气的试验品。 据说,在伊尔斯怀孕的那段时间, 只要碰到有怀孕的妇女,就毫不犹豫地直接处死。 跟杀人相比,至于收集人皮纹身,他干得更是不亦热乎。 伊尔斯经常把那些身上有纹身的囚犯被带到他那里, 从中挑选他喜欢的图案。 然后这些人被杀死后, 他们的皮就被伊尔斯做成灯罩、钱包、 书籍的封套、票夹、手套等手工艺品。 而且,他还把囚犯的大拇指砍下来, 然后,风干用作房间里的电灯开关。 1945年4月16日, 布衡瓦尔的集中营被美军解放。 两个月后,逃回老家的伊尔斯被捕。 而卡尔,则因造假、偷窃和腐败, 被党内军逮捕后,遭到处决。 后来,美军在伊尔斯住处里发现了, 一张令人发指的桌子, 桌上有他的收藏品, 包括多张柔制的纹身人、皮雕本、 两个萎缩的头部和一个人皮灯罩。 其中,灯角由人角和颈骨制成, 灯罩的阴影上可以看到纹身。 当然了,像这样的人皮灯罩, 伊尔斯弄了很多, 有的因作工不精致,被他销毁了, 有的在战乱中被遗失着。 1947年8月, 伊尔斯被同盟国军事法庭起诉, 因谋杀等罪而被判终身监禁。 按理说你, 像他这样的恶魔, 理应判处绞刑。 可是, 因为他在法庭上宣布自己怀孕了八个月, 而孩子的父亲, 就是美军堪恩受援。 后来, 美方出于人道主义, 也为了美军的脸面, 就以违反战争法规和习俗, 判处他终身监禁。 此后, 伊尔斯一直在女子监狱服刑。 1967年9月, 伊尔斯在德国 他那间自己的单人牢房中, 用床单将自己勒死, 自杀身亡, 活了61岁。 而他的大儿子, 与卡尔所生在战后因, 不能忍受父母犯罪的耻辱而自杀, 赐子被人灵量与美军所生。 伊尔斯也凭借着让人毛骨悚然, 不寒而栗的特殊收藏品, 被称为最邪恶的二战女性。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, 多多点赞, 多多收藏, 转发和评论, 谢谢。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, 欢迎品读。 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